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美国总统拜登是不是有 最新最新看到他的一个挫败呢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怎么说就是在国会 大家看最近我们都在关注的 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是不是要推翻这个所谓的堕胎权 那么民主党现在呢 要力推要保障这个堕胎权 所以推这个法案 之前众议院是过了没错 可是在参议院当然就比较难 闯关就失败了 你看到的比数49比51 所以呢没过 本来应该是各半 但是呢重点来了 现在你看到又是曼清 他可是民主党的哦 但是他跑票他反对 所以这个案子可就没过了 那拜登就说 共和党人选择阻碍美国人 对自己身体家庭生活 做出个人决定的权利啊 所以看到关键字在这儿 共和党 所以这没过都要怪共和党吗 但是呢民主党 他们也知道 根本就很难过得了 拿不到这个最低门槛60票嘛 所以就算是 由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亲自来主持表决 你看他坐在中间哦 但是又如何呢 还不是没过 那没过又偏偏早知道 所以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来韩兵 其实哦 这很明显是一个选举操作 因为呢 他在这100席里头 不是说 就算他今天拿到51票是他 他也不会过 因为你要60票才会过 对 所以他本来就知道 以他的实力是不可能会过 那明知道不可能会过 为什么要提 其实刘很简单 他是要去凸显这个议题 表示共和党才是阻碍民主进步的 那一群人 那让选民有这种印象之后 这样对他的年底的期中选举 就会有很大的加分了 这是很老实讲 我觉得是一种很明显的选举操作 实际上我过去也一直建议 台湾的国民党 你应该直接去提修宪 然后就改国去国外改国歌 就直接让民主党正面对决吧 看到时候是谁党这个法案嘛 对不对 可是国民党不敢这样做 那民主党就这样做了 他明知道不会过我还是要推啊 推了之后被你党掉 党掉之后 大家就看到你看你看 结果这些一个一个都共和党 然后顺便连曼清都一起掉下去了 对啊 因为曼清过去一直常常 在跟他唱反调嘛 对 那这次刚好就凸显出来 你看曼清就是我们民主党里头 那个老鼠屎 他很明显就是要做这样的操作 真的你讲的没错 之前都是曼清在党啊 所以呢 拜登坦白讲 你看他在推什么法案 国会里面呢 只要是跟抗中有关的 你看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都可以通过 或甚至压倒性的通过 但是如果要推什么基础建设 社会福利的 现在这个是保障堕胎权的 你看都过不了 所以呢我觉得虽然这个法案没过 某一些团体当然会很失望 可是反而凸显了共和党的 一种顽固保守的这种态势 那我觉得对民主党在年底的选战 绝对是有加分的作用 好所以呢 讲了半天 其实呢就一个结论 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 选战的一种战术吗 那介大使 那现在呢 法新社的媒体的这个报导说 这仍然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成功引发美国社会极大的关注 这当然就是会影响到其中选举嘛 牵动参众两院席次的变化嘛 那么就等着看了吧 那而尤其我们先了解 美国的民意多数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61%的受访者认为多数情况之下 堕胎是应该要合法的 所以看起来多数是站在民主党 站在拜登的这一边呢 那拜登现在就说 好了那你们等着看 最高法院接下来还会把什么呢 在堕胎权这个权法案过这个之后 指向什么 同婚 结育 还有等等等等 所以呢大家都要记住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都是要把账 账办法要算在共和党的头上 这个其实从选举的这个计较来看 它就是一种议题动员了 它已经把议题最敏感的议题 也就是说在民主跟共和两党中 立场最为对立的这几个议题 它把它动员起来 那照这个说法的话 它这个动员是成功的 就会让这个过去已经在选举的时候 不太考虑这些问题的 比如说堕胎啊 还有这几些这些社会议题 这些它已经不是决定它投票 最主要考量投给哪一个党的这些人 它重新再把它拉回来 拉到说你要投给共和党的话 那你这些你认同的民主党的价值 可能将来 就会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面 一个一个被排除 你没有办法抵党 那过去你支持的一些 法律已经认可的某种社会行为 或者个人行为 那会因为共和党的当政以后 你的这个权利 以获取权利会慢慢被剥夺 就像这个堕胎权 那共和党他掌握多数 或他控制政府以后 他就把你这过去 你已经获得的权利 他把你剥夺掉 所以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选举又进入到一个新的 一个境界了 所以为了选举操弄议题 事实上的话是 任何民主政治体制里面都不会少见的 只是说这一次最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这还是蛮难说的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提醒作用 可是呢并不会 是不是会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 会变成大家都在这个社会议题上做对决 把这个这一次这个其中选举 变成社会议题的一个对决的一次 他不一定是选民最关心最优先 因为也许还有其他的议题 比方说经济比方说通膨物价这些 他就把你就是说把你的这个助力力的焦点 把你把你或者把你这个把冲淡 或者把它转移淡化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议题 因为这个议题在美国社会 是非常具争议的 也是美国选民 如果没有问题他不在乎 有问题他是很在乎的议题 所以你不能说不能说这个民主党 这一集是没有效的 我觉得这个后面看到影响力有多大 搞不好也有可能就因为民主党就这样 因为这样子操弄这些议题 最后起死回生也很难说 好 不过现在你记得 当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对决的同时 我们不禁就想起了韩冰 当时这个川普在脸书在推特 发了一些什么对不对 写很多啊 那个时候在拼选举嘛 结果不是都会被block起来吗 文都会被下掉被撤掉吗 他就会在那边痛骂 哎呀你们这些脸书平台或者甚至推特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对不对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可是来那我们就看 现在美国上诉法院是裁定说 德州可以执行禁止社交媒体压制用户言论的法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德州我们知道他比较是共和党的州 参议员啊 其实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众议员们 他们可能呢都认为说 FB跟推特是怎样 是在压制保守派的观点 所以呢就认为说这样不可行 所以应该要禁止这个社交媒体压制用户的言论 好那德州现在有说这个法律到底可不可行呢 上诉法院现在已经告诉你说德州是可以的了 所以现在呢那我们要回来讲 我们不太讨论美国了 我们要来看看那现在是 美国现在是要这样的话 那俄罗斯在旁边看 现在也要来学起来吗 俄罗斯现在发现到就说 哦脸书有用啊推特很有用 但是如果说是 哎这个比方说在乌克兰的分离地区啊 Facebook或者Instagram 他们如果特别针对一些 是不是比较亲俄的言论啦 或者是比较反俄的言论啦 总是会去做一些干预 所以呢俄罗斯现在也开始出手了 那这一招难道是看着美国做的吗 海斌 其实我觉得这是标准的有样学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当初Facebook还有Instagram 他对川普的言论是执行严厉的压制的 对就直接把他 甚至整个都把他删掉了 那所以共和党这边当然是很火 所以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法律嘛 那这样的法律 现在上述法律认为说 哎你这一个州至少在你德州 你是可以禁止这些平台使用这个权利了 但是之前美国其他各州 他们是认为这是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 所以他们是有权利在自己的平台 去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这个未来在德州就会引起很多争议 是 那又很奇怪的就是 因为这只有在德州 对 又不是在整个美国是这样 所以到最后我觉得争议应该会更多 那可是我们也都知道 从俄乌战争发生到现在 对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Facebook和Instagram这些 因为它是西方媒体所操控的平台 他基本上是亲俄的言论 他几乎都会把你删掉 嗯 然后呢反俄仇俄的言论 他都把你放着让你继续去鼓吹 那现在 他们是有立场的 对 那现在顿巴斯地区 他把他封锁的一个 他所说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你们这两个平台上面不断的散步 不但是仇俄还要去攻击这些 在顿巴斯地区这些讲俄语的族群 所以的话我们不能永远 这会造成问题 可能会造成流血事件 所以他们就把他封锁掉 但这只是 俄罗斯跟顿巴斯方面的理由而已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要怎么去反对他 因为你们自己就真的是这样 你们把亲俄 或者是反对西方言论 你们全部把它删除啊 对那现在人家做这样的封锁 不过就是针锋相对刚好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民主自由当 如果只是一种借口 而你是用双重标准去看待的时候 那民主自由到最后就沦为一场笑话 那现在民主自由正在成为笑话当中 好那不过呢现在话说回来 一讲到俄罗斯 俄罗斯当然现在也注重所谓的宣传战嘛 那么如果说真的被 这个网路上面有太多充斥的这个 对于俄罗斯不友善言论的话 俄罗斯说那我也要采取反制的行为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出招了 好但是说到现在俄罗斯跟其他欧洲国家 有些国家的关系好像是越来越恶化了 比方说跟波兰 你看不得了俄罗斯驻波兰大使 9号的时候不是才遭到华沙的人波红漆吗 结果再来看 俄罗斯其实在11号就要求波兰要对此正式的提出道歉 但是好死不死无独有偶的 波兰的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却又遭到不明人士的波洒红漆了 这恶跟波之间的关系怎么看似越演越烈了呢 好接大使 这个就是现实的仇恨加历史的仇恨 两个相互激荡之下就变成 目前这样子的相互的仇视 那而且政府在带头 那起码波兰是政府的带头 那你要知道这个如果历史的仇恨 这个箱子打开的话 那真的是还蛮恐怖的 那会不会造成相互的仇杀 甚至两国之间的冲突 这都很难讲 其实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讲 他应该尽量要降低这种仇恨 而不去升高仇恨 否则真的很容易擦枪走火 你知道纳粹为什么会被这个 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文明社会 唾弃 他是政府带头去删起一种仇恨 他是散播一种种族的优越感以后 然后再找一个弱势的族群 把他当作一个仇视的对象 然后呢 煽动这个民众去 特别去怎么讲 去迫害 而且是用最极端的手段去迫害 这就是纳粹主义 到现在被历史所唾弃的最主要 可是你如果说一个政府的话 基本上对这种公然的暴力 或仇恨的话 你不出来阻止 甚至你站在后面去散播的话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人类又走回到二十大战之前 那样子的就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法西斯主义 那么散播仇恨的话 变成政府的一个功能 那就很恐怖 现在双方政府都在 都在怎么讲 都在相互的指控啊 不过我就光就这个俄罗斯 驻波兰的大使 他的遭遇来讲的话 其实维也纳外交领事公约 第29条 波兰政府要负责 他有责任要保护 在他国境内的 外交官的 安全 然后还有就是说尊严 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我觉得 如果政府的话 应该最后防线还是要守住 如果不守住的话 这样子再继续下去的话 那造成两个民族的历史仇恨 拿到现在来 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传播工具 那这个我们人类 又会走到二十大战以前 这个纳税法西斯主义 横行的那个时代 这个是很危险 不过俄国驻波兰大使 那么他却说 这个不是红七 他说那是糖浆 因为那个吃起来是甜的 他有甜味 他是这样的事后这么说 那不太晓得说 他讲这个的话的用意是什么 因为其实坦白说 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鸡还是糖浆 总之就是泼了满脸 那其实就是一种被羞辱的 一个表现 所以他还要这么的说法 那是刻意希望能够什么 要降温吗 希望让这个冲突不要再继续升高吗 不过你看到波兰 波兰这边总理也讲话了 波兰的总理怎么说呢 就在面骂俄罗斯的普丁 说普丁比希特勒或史达林 还要危险 呼吁全世界要消灭 这俄国暴君的可怕意识形态 话还是说的很重 那但是在此同时 刚才我不就说了吗 就是互相是以牙还牙 那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 也被不明人士颇红期 所以难道要继续下去吗 来请教一下汤老师 波兰跟俄罗斯 或者说是波兰跟以前的苏联 他们的这个关系 其实呢 在这个二战当中 它是有非常非常 这个复杂的纠葛 因为你希特勒 第一个就是打了波兰 1939年9月1号 然后呢 希特勒就借由这个 跟当地的这些人 就结合起来 后来就跟这个苏联 又开战 所以说这个波兰这边的人 他就是借于这两个中间 有些时候他倒到德国这边来 那可能有一些他又支持苏联 那所以说呢 这个薪酬加旧恨 这个薪酬就是现在的 这个俄罗斯 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情 那这种情况加起来 再加上 美国在后面三风点火 所以说这些问题啊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如果说 持续恶化的话 那真的这个俄罗斯 跟这个波兰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会更加的复杂 因为这里面我们曾经 都还没讲过一个一点啊 就是说 像波兰跟这个以前的这个 苏联的这些加盟共和国啊 他们在二战前后啊 被苏联 当时的苏联占领了以后呢 他们有一群流亡分子 就跑到美国去了 那这群流亡分子 跑到美国去了以后 等苏联那个时候 1991年崩溃了 那这些人又跑回来 或者说他们的后代 又跑回来了 那跑回来以后 当然他们跟美国之间的 这个关联性啊 那个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在后头 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的后面 都是美国在三风点火 他主要的就是说 希望你们站上第一线 当炮灰 然后呢替美国服务 这个就是美国现在 他最主张 而且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 而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 这个波兰讲完了 我要讲一下芬兰啊 芬兰现在呢 其实是怎样 把俄罗斯视为好大的一个威胁啊 所以啊 现在呢有最重要的 等一下我们会讲 他要加入北约了 那介大使 我们现在看到芬兰国防情报局 前助理局长啊 还说啊 俄罗斯好针对芬兰 还做什么假新闻的宣传啊 说芬兰是纳粹国家 二次大战的时候 跟纳粹德国并肩作战 那尤其呢 从经贸方面啊 从运输方面 你看到 他就是什么 去俄化啊 去除俄罗斯 绕开俄罗斯 从中国出发货运列车 绕过俄罗斯 芬兰开通狩猎 从中国出发绕过俄罗斯的货运列车了 就是不要俄罗斯啊 我还是继续跟中国大陆 从重庆出发的那货车 我就跟他好好的保持 经贸的来往 但是不要俄罗斯又如何 我芬兰做得到 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大使 这个是历史仇恨 这个历史仇恨的话 这个很难解啦 因为苏芬战争 就是打完以后 那芬兰有一些国土 被俄罗斯给这个 抢走啊 所以有这个施土之恨 然后又有这个 又有作战的 那当然他们现在不承认 就是说芬兰就是说 他们不是纳粹啦 可是这个基本上 我想有兴趣的朋友 去看看历史 在那段时间 那么当时纳粹就是说 席卷欧洲的时候 那是有很多国家 不是整个国家的全部啦 那一个国家可能某一党一派 也就是跟 跟纳粹走在一起的 这也不 这都是历史上可以考证的啦 那不过就是说 我觉得芬兰基本上 就是欧洲人做事一个方法 就是等待一个历史的机遇 那就是说如果从二次大战结束 甚至到了这个苏联瓦解 那个时候芬兰都没有找到机遇 可是事实上2014年开始 芬兰已经跟北约 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是 那么他不是北约的会员国 他可是已经同意 那么2015年跟这个 芬兰跟北约添的协议 就已经就是说 如果北约要进行军事行动的话 芬兰愿意提供协助 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了 所以并不是说今天突然就冒出来 那2014为什么会突然 芬兰又已经转变了 就是因为这个克里米亚的争端 是 2014乌克兰发生这个广场革命以后 那么乌东两个省独立 然后俄罗斯把克里米亚 发动公投以后 把它回给他 重新纳入这个俄罗斯版图 这些在当时的时候 就欧洲国家就已经联合起来 美国就已经联合起来 包括乌克兰 就基本上已经在开始 展开对俄罗斯的一个对抗 所以这个从2014年开始 就芬兰就已经有准备性动作 那么就已经准备 要跟北约加强关系了 而且他也看出来俄罗斯 从这个事实上一路是走向 比较衰弱的这个目的 那团结起来 要对抗俄罗斯的阵营又越来越大 所以芬兰并不是说突然突发奇想 他们是长期 酝酿累积 在酝酿 而且已经一步一步走出了第一步第二步 那现在认为这一次 俄罗斯变成大家的敌人 这个时候 它脆弱的时候 那芬兰一定要掌握这个时机 把他们历史上 一失想做的 而不能做的 把这个事情先做完 所以我是觉得 对芬兰来讲 他们也不是说 这种好像一时就是心血来潮 不是这样 那这里面有很长的历史的发展背景 有这些历史是造成芬兰做这样决定的一个原因 那么目前的这个俄乌战争 也是从芬兰角度的判断 可能就是说他们最好的一个时机 那么他们另外一个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他们也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核子保护伞的下面 要不然他们对于俄罗斯的话 他是等于说无招架之力 那北约对他们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核子保护伞 那俄罗斯的核子力量 当然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那你今天要能够跟俄罗斯 能够让俄罗斯 不会一时兴起或怎么样 就把你芬兰给灭了 那基本上那么就是说最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历史的机运 现在给他这个选择 会给他一个最好的选择 就是说他把自己放到一个 可以跟俄罗斯抗衡的一个核子保护伞 所以我觉得这有赌博的因素在里面 那么他们也一定不是不知道 俄罗斯会强硬反应 那么最近他们在考虑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还没有成为北约会员之前 俄罗斯会不会先发制人 他们是担心这个 那不过反正就是15号了 好像首相说就是15号了 那我觉得对芬兰来讲 我觉得他们 现在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 那么所以我觉得 他们加入北约的几率非常大 嗯的确了 看起来是 那但现在是把俄罗斯当威胁 但是还是把中国当朋友吧 你看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路线 就是这个芬兰开通第一例的这个 绕过俄罗斯 而是从中国大陆重庆出发 这个货运列车呢 他说两个月把它建成 还是跟哈萨克斯坦共同合作 然后呢这个五 应该是说新的路线 这家公司啊 新的路线需求量是很大的 第一班列车已经是满载了 好所以呢现在呢这个 刚刚我们看到 经贸还是要着重 跟中国大陆合作 可是话说回来 好我们来讲 韩冰 芬兰的总统总理一起出来 一起发声明 就是要加入北约了 而且强调毫不迟言 芬兰加入北约 那到底要怎么看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这边 也回话了 说芬兰加入 无疑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 你怎么看他的回应的轻跟重 我必须讲 他们会 发表这个共同声明 一点都不会令人意外 早就预告过啦 因为他们的民意 你超过七成以上 都非常支持要加入北约 所以 你身为民选出来的这个 总统总理 你当然要支持这个决定 不然你就是跟主流民意做的 对 那北约现在 因为话也讲得很满 所以他们如果申请的话 大概就一定会让他们加入 因为北约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来给俄罗斯一个下马威 要扩充 可是我可能有一点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看法就是 我觉得芬兰的这个举动 其实救了普丁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普丁现在正面临一个 内忧外患的状况 他在乌克兰深陷泥闹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抽身 然后呢全世界都在对他进行 经济制裁 然后他国内民穷财困 然后军队又拿不出一个很突破性的进展 我相信现在他很多政敌都已经在 暗中跟他挑战 那可是呢现在一旦芬兰也加入北约 这会形成一个什么状况你知道 北约整个对俄罗斯的包围已经完全成形 而且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你会让俄罗斯人全部都知道 那这个时候你在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 他们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讲 就是你真的欺到我头上来 因为乌克兰过去 乌克兰毕竟还可能还没有那么强 可是芬兰这个过去在苏芬战争 害他们死了好几十万人的这个国家 然后现在又加入了北约 北约对他的整个包围网完全成形 我觉得这会引起俄罗斯人的同仇敌忾 反而让普丁的声望可能会开始回升 因为你知道一个国家 每一次一有一个重大的外敌出现的时候 大家对领导人物的一些缺失 就不是那么看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 恐怕会让普丁更容易团结俄罗斯人民 然后继续打作战下去 好这是韩冰的看法 不过呢我们说到芬兰 芬兰呢刚刚要补充一下这个意见 因为大家知道本来呢都是说 俄罗斯把它当作是威胁没有错 可是呢你说要不要真的说要加入北约呢 本来大家还没有真的那么的渴望要加入 但是后来发生了俄乌战争之后 整个那种恐惧感迅速的提升上来 结果就看到呢一下子从原来认为是25% 认为可以加入北约一下子飙升了将近三倍 飙高到76% 所以呢芬兰不一样了 所以芬兰现在是总统总理大家一起共同出来发表声明说 我们要加入北约而且不排除可能是蛮快的 但是呢另一头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英国首相强森也赶紧要出访了 而我们看到他一连跑两个地方啊 一个是瑞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芬兰 都是签署安全方面的协议哦 并且呢Boris Johnson还承诺两个国家如果遇到灾难 或者是军事攻击的话 英国将会提供军事支援啊 结果你看不仅仅是对俄罗斯 对于芬兰表示支持之外 强森呢到了瑞典去 你看到这个照片 他还跟瑞典总理安德森 共乘一艘木船 强调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瑞典国会先发了推特之后呢 Boris Johnson也赶紧分享转发 特别要强调就是在这同一条船上 好像我们常常说的那一句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啊是吗 来唐老师 在Boris Johnson 去到这两个国家访问之前的一个礼拜 那这些芬兰的跟瑞典的这个领导人啊 他们都到了美国 到美国以后呢 跟获得了美国的这个支持 意思 因为你北约还是美国领导 美国是最强的啊 这个领导的国家 那看到了这个风向以后 这个强森 他才亲自的跑去 等于说 就当美国的小跟班 跟美国的随从 是 美国只是说 他的这个 国务卿 他口头上 他说我们支持你 是 加入北约 是 并没有白纸写黑字 可是 强森 强森去了 他就是白纸写黑字 签了一个叫做安全协议 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在申请的这段时间当中 那 英国呢 他就会给你相对的保障 意思就是 防止 这个俄罗斯 他可能先发制人 因为在这个 还没有加入北约之前的这段时间啊 嗯 其实是 非常危险的 嗯 因为你加入了以后啊 那你北约 那你这个俄罗斯 你要攻击北约 攻击他的话 就等于攻击北约了 是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闹大了 可是在他还没加入之前 嗯 那这个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机 那所以说呢 那个 Johnson呢 他就说 我先来 先持得点 意思就是说 我先提出保障 是 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我一定会来帮 帮助你们渡过难关 那这个就等于说 又给俄罗斯 一个更进一步的 一个这个威胁了 嗯 那所以我想说 这个情况呢 以这个目前的 这个发展来看啊 我是觉得说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所谓不利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这种做法 会逼着普丁呢 可能他会走上 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这种 这个路子 嗯 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会强力的 用一种方式呢 来 防止 或说是来压制 这个芬兰跟瑞典 他们两国的这个行为 可是现在的 这个情况呢 就是因为这个英国 这样子一搞啊 更复杂了 是 好 那怎么看英国首相强森 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因为在说签署这个 呃 跟瑞典签的这个叫做 双边政治团结声明了 那里面的承诺是说 只要任何一个国家 有不幸遭到了攻击了的话呢 那么会提供援助 共享情报 以及联合军事演习 那么这真的会对于俄罗斯来讲 会带来一种很大的威胁感吗 当然这个俄罗斯一定知道是针对他 可是呢 其实建大使 一方面我们看到是瑞典签这个 那你怎么来看那一艘船的意义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 贡城木舟啊 对不对 在同一条船上啊 所以现在是什么 你有难那我帮你 但是如果是英国呢 那瑞典也要付出 他的责任吗 也要协助英国吗 你怎么看接下来的变化 因为这个船没有漏水 当然到时候坐在上面都搭很舒服 漏水的时候 可能包二江省就已经跑掉了 反正英国现在就是到处搅局 基本上你只要反俄 反俄的他通通支持 他站在第一线 那这也是英国传统的角色 就是搞乱欧洲大陆 然后欧洲大陆越乱越好 那么就跟美国希望这个世界越乱越好 一样的 他们这个基本上 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机会 跟国家的安全 建立一个混乱的世界上 因为他们是属于一个岛国 在岛国最怕那个大陆 邻近的大陆团结统一 然后这个岛大概就是下一个被吞掉的对象 所以他们的这个国防安全是建立在 他旁边那个大陆的 不断的混乱不断的战斗 所以英国通常就是说在 拿破仑战争的时候他会进去 进欧洲 为什么 拿破仑的目的是统一欧洲 他就让这个统一统一不起来 要欧洲这个小邦伶俐相互征伐 英国就变成一个什么 他叫Balancer 他就是一个平衡者 他在里面到处去怎么样 扮演他的角色 所以这个Boris Johnson目前扮演这个角色 很符合英国人的口味 英国人会感觉说 哎呀大英帝国的光辉又回来了 我们传统的角色又找出来了 当时如果在欧盟的话 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个机会 就是因为我们脱欧了 所以我们现在又变成传统 穿梭这个扮演重要角色的 这个角色又回来了 Boris Johnson就在扮演这个角色 这大师讲的没错 因为我特别看这个推特 就是Boris Johnson他的推特 那你也知道下面有很多的民众 给他留言 那其中呢 当然我不晓得里面 是不是都是英国人 但是呢 许多人是的确给予他肯定 然后还觉得说 好像我们是在领导着 芬兰瑞典这两个欧盟国家一样 那但是呢 也有英国人呢 在下面呢 就说有点担心 因为总觉得这样的话 会看起来好像是 英国在带着头对付俄罗斯 好像就觉得有点恐惧感了 所以大家的反应是不太一样 不过您刚刚讲的没错 不过Johnson不在乎 他现在要赶快 把他的个人的英雄形象 把他树立起来 要不然他就要下台了 英国人快要把他赶下来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